希望在座的记者朋友或在网络上参与的公众人士 都可以有些意见或问题可以在现场或网上表达给我们听 首先我代表我的同学们 多谢香港民研给一个机会大家做一次这么好的合作机会 这个合作机会其实你可以说在香港民研的角度 他们一直都有做一些跟进的民意调查 很简单来说,施政报告、财政预算案这些基本上很重要 牵涉到全香港市民的福祉或者政策发展的一些重要的新闻事件 可以这么说,在政府的工作上其实都很需要去探究一下 到底香港人是怎样看 所以因利成变我就争取也多谢香港民研 是很欢迎我们提出一些问题, 或者参考了参照过往民研问过的问题, 或者其他民调机构都关注的问题呢,在这次再做一次 这一个跟进 两位同学其实都很压要地说了他们的看法, 从年轻人的角度我相信很关键是可以多些去思考一下 作为香港人,香港居住的人一般来说, 到底这些那么重要的政策的发展, 或者一些在政府施政方面的 一些最基本的行为上面, 我们有多大的影响力呢, 影响力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来的, 任何公民社会,任何自称的开放社会, 会听意见的社会当中,我经常都会问的, 但今次的民意调查的铺牌上面, 大家见到第一个问题我会觉得已经出了事了, 即是如果财政司司长去发表 他的财政预算案的掩持的时候, 觉得他已经做好了公众咨询的内事的话呢, 我觉得这个民意调查出来的结果 很明显就告诉他,他做得很差, 公众不会觉得他有参与过, 或者他们会有一个感觉, 有一个参与感,有一个投入感, 但陈司长在立法会星期三 发表他的财政预算案的时候, 他的参与感,投入感的定义就变成了他自己 在当日提出的所谓开心香港, Happy Hong Kong,大家下街Happy一下, 这样就很投入,很参与了, 但那个很明显是本末倒置的, 你也见到这个民意调查, 做得相当之清楚给我们看到的, 就是当市民去看一些重要的政策发展, 那些吸引大型的国际盛事, 旅游来香港玩,或者来玩香港, 其实很少人会感觉到很关他事, 或者很重要, 都是回到那个老掉牙的问题, 就是当一个政府去推出财政预算案的时候, 政府有没有一些核心的价值想去达成, 核心价值是些什么呢? 以一个施政报告来说, 或者财政预算案加在一起去看, 可能就是说, 怎样令到一个贫富越来越差距大的社会里面, 透过政策, 透过财政预算案去分配财富的功能, 令到香港市民觉得, 这个地方是有个期盼的, 在这里长大,在这里读书,在这里成长, 是会见到一个未来的, 有个希望的, 但这次你会留意到, 回来福去所讲的, 陈茂波就是说, 我们是要中间偏欢, 我们要看饲食饭, 我们不可以打肿快面扮阔老, 意思就是说, 我其实不是很多钱, 其实他有很多钱, 不过我要很小心用我的钱, 所以能够做到的就是这样的了, 希望大家明白两解, 所以留意到去到纾困问题, 民意都很清楚, 大家都知道派堂的措施, 纾困的措施是小了很多, 有一个收窄, 所以如果说纾困来说, 我觉得纾困的力度是不足的, 如果我要评论第一个反应, 与市民的期望是一个很大的流差, 纾困力度不足是杯水车身, 而在那个民意调查当中, 都见到一个很重要的, 在香港社会来说, 一个很重要的阶层的受访人士, 是特别觉得是被忽视的, 就是中产, 中产人士有他的合理期望, 同基层和做生意的, 都应该有他的合理期望, 但你可以说市愿围, 又或者在陈司长的眼中, 他这份财政预算案里面, 对于中产的支援, 其实是相当之小, 也是小过以前的财政预算案, 也有一些政策的倡议的方向, 在这个咨询过程当中, 就算是建制派系政党, 市民认为较为有影响力的, 对政府在筹划这个财政预算案的时候, 是有多些力度去争取的, 包括可能是就着生育的问题, 人口结构的问题, 人才的开发, 本地人才和输入人才, 方面呢, 市政部局加上财政预算案, 已经很客观摆在一起看的话, 依然是隔壁素养, 甚至在财政预算案发表之前的几天, 出现了一个很低级的错误, 就是一位姓何的专家, 北京申请高财通, 结果就是我们俗议所说的炒车, 政府口罩面皮, 就是它继续不断优化它这个措施, 你可以想一下, 当一个政府大楼大股下要抢人财, 抢企业, 跟着市政部局加财政预算案, 就是在这方面着脈的时候, 可能大家会留意得到, 其实这个政府说的时候, 可能是很理直气壮, 很有方向, 很早有承担, 但原来一做的时候, 是容易犯上不少低级的错误, 是会令不单止政府尴尬, 其实香港也很尴尬, 遇到这些情况, 如果财政司司长是关心到或照顾到, 不论是基层的, 希望是见到一个不同的政策范畴的改革, 去增加他们向上流动的机会, 本土的人才, 从小到大看到香港这个地方, 是为他们准备好, 在准备好, 我相信那个评分会高很多, 现在反而, 最早就是那个所谓消费券, 由一万变五千, 还分两次派, 然后开始有人质疑, 为何那些会拿到二千五的, 所谓不同入境政策, 百倍高财, 应该有钱的, 他都可以拿二千五的, 那个理据在哪, 我相信大概都是他不想烦, 少许不想找自己问题, 找自己去答自己制作出来的问题, 所以有很多这些措施, 其实是被人觉得, 没什么大的方向, 和一个决断力, 去处理香港人, 对于整个政府, 乃至到财政议算案, 这次发布的一些很合理的期望, 如果你说在过往的财政议算案辩论当中做个比较, 有民主党派在议会的日子当中, 香港较为容易在街头上, 在公民社会当中发声的日子的时候, 说几年前, 财政议算案每年都会有一个必然出现的, 全民退休保障的争论, 今次没有了, 清零, 没有人再说全民退休保障, 这个其实说全民退休保障, 你可以说是一个淘汰, 但同时间它正正想展示一个问题, 就是到底这个政府有什么决心, 去改革我们的退休保障计划, 退休保障制度也会帮我们香港社会和香港市民去想, 在香港辛努一世, 到最后是会怎样过的日子呢, 随着人口的高龄化, 一个好的退休保障计划, 是可以帮到这个社会聚焦, 是一个有冲敬之余, 不是只看每年派多少钱, 或者每年给多少纾困操司我, 而是在想在这个地方, 要继续去发展自己的事业, 家庭等等, 但这些全部已经是不存在的议题了, 因为议会里面正如我们有同学的评论所指出, 已经没有了这些声音, 没有这些声音, 但昨天在立法会也很遗憾地, 我必须要指出, 当陈思掌也认为, 没有人可以胁迫政府的, 这就是他回应其中一位议员质询他, 在扶贫这个问题上, 这一份的财政预算案加白卷, 在社会福利政策的改革当中, 亦都没有清晰着物的时候, 他的回应不是去自省, 去问为何没有做, 为何有做, 在他听财政预算案的咨询过程当中, 有些什么他认为是不采立, 或者采立, 他不是一个理性的方法回应问题, 而是说你投反对票, 我们不会受你脅迫的, 我相信这个正正反映出来, 今时今日的香港政圈的实质现象, 就是他咨询是行礼如意, 行礼如意, 但他本质依然是一个威权的政府, 英文所谓consultative autocracy就是这样, 即是他做很多动作, 给人的感觉很想听意见, 但到最后你不同意他时, 他会反咬你一下, 提醒大家, 我不会被你骗到的, 你要就要, 不要我是很不开心, 这种咨询式威权政治制度的本质, 亦都透过今次财政预算案发映出来, 最后一点想提出来的, 到底陈茂波司长有什么理念呢, 这个问题很值得问的, 其实应该问他, 因为其实他这份, 已经是他自己第六份的财政预算案, 他不是新丁, 他是在林郑月娥政府时, 已经是财政司长, 第六份的, 他的理念是什么呢, 他在前五份, 在林郑月娥政府下面, 他没什么需要开发自己的理念, 因为林郑月娥给了答案他, 叫做理财新哲学, 简单来说, 就是我们处备封口, 应使得使, 尽量投资未来, 尽量去振兴香港的经济等等, 和他前几任的特首, 所讲的大市场小政府, 或者由政府去推动促成经济的发展活动等等, 是完全有一个不同的提法, 是自己想做多些干预市场, 或者是参与政策发展的一个方针, 这个就是理财新哲学, 林郑时代的, 陈茂波配合, 今时今日他又怎样呢, 因为李家超没有讲他有什么新哲学, 或者他没有哲学, 但陈茂波自己本身的哲学是什么呢, 他有八个字的, 叫做有违政府高校市场, 但讲完之后我都有一些困难, 怎样在财政预算案这种铺牌当中, 见到有违政府呢, 怎样见到高校市场呢, 其实这个有违政府高校市场, 完成了这个八个字的口号之后, 到底他想香港在他的任内, 当他做了五年了, 香港市民在这个调查当中, 都算是几敦厚,几客气, 愿意给他做, 虽然评分真是, 个净值就只有1%, 是吧, 政府加减很多人都给一个, 大概有一半半的一个评分的水平, 你都见到反应其实是相当难胆, 看不到很积极的一个反应, 或者一个很大的力度去觉得, 是要跟这个政府, 是配合他这个所谓有违政府高校市场的理念, 去做些什麽, 因为其实这个是不清不错的, 说出来就好像答了很多东西, 但其实什麽都没有说过, 有违政府高校市场, 由他最想大家记得的就是他的Happy Hong Kong, 或者他的老板李家超的Hello Hong Kong, 我觉得在今时今日的香港, 我们有很多的困难挑战, 一个政府想让人知道它是有违的, 而市场也想政府, 就见到这个政府是令他们提高效率的, 或者效能的时候, 我反问, 这个财政预算案, 即管赤字这麽大都好, 在政策上还是很少收小保的, 在支援方面是杯水车身的, 在很多认为是主题的, 主打的, 抢人财, 抢企业等等, 暂时还是一个很抽象的, 港方向阶段的时候, 我不会怪责香港人, 对这边有财政预算案的评分, 只是一个一半半的一个这样的水平, 多谢各位, 多谢陈博士的评论, 会不会还有评嘉宾想去补充一下, 或者有另一个留言, 可以给给, 记者了, 好, 那如果都没有了, 今次请问台下记者有没有问题, 想问? 好, 请各位记者, 呃, 有麥克服, 有麥克服, 麻烦你。 你好, 有三个问题想问,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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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那个, 就是他那个, 裁正,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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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新 forearm。 那麽, 那麽, 還有陳和波經常都要因為財赤 所以要在社會方面住宅開支 亦都要開業實力和馬會開高的 那其實會不會可以 即外界都可能會視為 陳和波可能已經是瓶羅機局 他唯有要用這個方法出來 去告訴別人 其實他是有能力 去對著一些比較有勢力的方向 他做的方向 謝謝 我先簡單回答 然後再看看兩位同學會否有他們的看法 因為其實我們沒有加入過 你第一條問題 其實我在我剛才的發言當中是涉獵了的 我做一些功課都覺得很奇怪 陳波思長已經第六份的財政預算案 我剛才所講的 以往那五份林鄭月娥的理財新哲學 就好像已經取代了他的思考 他不需要自己想 今次他講的口號 即是有違政府高效市場 我看不到 坦白說我真的看不到 因為他都沒有很努力嘗試 告訴我們怎樣 他在財政預算案所講的措施 是跟高效市場掛勾 又看不到他在財政預算案的甚麼措施 是等同於他心目中的所謂高效市場 是沒有的 最主要我們回來回去聽到最多的就是他要平衡數寶 覺不覺不,他很緊張要平衡數寶 因為可能都是基本法107條的限制 要去平衡預算等等,量入為出 所以他很緊張要平衡數寶 變成了他這份的財政預算案的靈魂來的其實 由面倒閉都是在說這件事 另外你引申出來的問題問得很好的 即他既然要平衡數寶就一定要想方法開源 及或折留,永遠都是這樣的,做財政預算案要平衡數寶 但他這次也是很擔心可能會得罪很多人 亦都不知怎麽去處理呢 他認為應該要處理得適合時機的 譬如是稅機的一個檢討 他沒有做到,他都推堂了 議員有問的時候,他都說要適合時機 但你都不知那個叫什麽時機,何時機會出現呢 他都不會給大家一個答案 向馬會開刀也剛才記者朋友問到發債 他用這兩個方法來賺錢 但發債其實不是一個行常收入來的,發債是借錢的 所以這不是一個最理想的方法,大家都知道 拿來填住個桿先,令到財赤感覺上、觀感上 預算當中不要那麽大,馬會同樣是做這個功能 在財政司這個財政預算案的操作當中都是這樣 如果要所謂打大佬,引好引住的話 其實香港有很多富甲一方的人家族 那些你不向他們揮手或招手,要他們幫手 財富的分配是需要很大的政治能量和勇氣 這是真的,但向馬會開刀我不覺得是一個 展現得政府很有為的方法,反而我覺得如果政府 真的想展現有那種打大佬的氣魄的話, 大把大佬已經在牆內等你打了,或等你問他拿錢了, 但為何都沒有做到呢? 你碎機的問題就是這個問題,就不碰了,所以你的問題 我覺得我完全是感覺到,回到我原本的想法就是 書棍不足,真是乏力,它的有為政府高下市場 其實是完全看不到的方向,是一份靈魂上 只是去平行掃補的一個財政預算案,謝謝你